当今坦克谁是王者 要我说就是梅卡瓦 因为他至少是个特立独行的王者 当其他主战坦克都在把自己看似 最值得保护的发动机放在最安全的屁股上时 唯有他反其道而行 偏偏就是要把发动机装在离敌人更近的地方 前面 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样做究竟是让他成为了一辆更好的坦克 还是一辆更差的坦克呢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如果你去翻看一下其他资料的话 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句简单的结论 梅卡瓦之所以要把发动机装在正面 是为了在遭到袭击时把它作为肉盾 以此来更好的保护车身当中的成员 并为他们留出宝贵的逃生通道 因为后面没有发动机挡着 所以梅卡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 他开了一个后门 既能够让里面的成员快速的进出 也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带上更多的士兵 充当一个临时运兵车的角色 看起来以色列对人的关心显然是高于了对设备的关心 这点值得点赞 但是理由就这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嘛 咱们再来挖挖更深一些的原因 梅卡瓦坦克的开发始于1970年代 直接的优因就是1967年和1973年发生的中东战争了 在1967年的那场战争中 装备着M-18和百副章坦克的以色列装甲部队 多数时候都是在脱离了步兵的陪伴下单独作战的 而效果居然是相当显著 于是以色列就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 认为阿拉伯的士兵在面临强大的坦克部队时 只会选择退缩 既然这样我干嘛还需要那么多的火炮与机械化步兵呢 与其把资源浪费在他们身上 不如组建更多的坦克链 让优势更加突出 全坦克这个概念就出现了 他认为只要我有一种既能够防御又能够进攻 能携带步兵进入战场 能载着伤员撤离火线 还具有指挥与控制能力的综合性能极强的坦克的话 就一切都尽在掌握了 这些都汇聚到了梅卡瓦的设计上 所以一方面 以色列继续发展这辆新坦克的概念 另一方面呢 把大幅削减的机械化步兵和火炮开销 用在了采购更多升了级的百夫长和M60坦克身上 期待下次作战能见奇效啊 结果 1973年的那一张呢 是既证明也否定了以色列的概念 由于阿拉伯的士兵 已经拥有了更加先进的反坦克武器 准确讲呢 是来自于苏联的AT-3萨格尔反坦克导弹 所以他们建了以色列的坦克部队 是既没有跑也没有让对方跑 以色列人承受了惨痛的损失 在多个战场上 不管是坦克还是装甲运兵车都被炸的体无完肤 而且这种状况不光发生在坦克单独行动的地方 就连还保留了机械化步兵伴随的坦克部队 也一样如此啊 所以以色列人呢 这次又上了一课 机械化步兵 确实是没啥鸟用 但是如果坦克弱机也只有挨打的份 以色列人真正需要的是一辆火力强大防护牛逼的现代化坦克 是时候轮到梅卡瓦登场了 于是火力靠先进的120毫米L44滑糖炮来保证 那防护呢 考虑到以色列人是被带着聚能装药战斗部的高爆反坦克导弹给整产了 所以他们想到的啊 那肯定是针对高爆弹的有效防护嘛 高爆弹的作用机制呢 我们之前讲过 本质上就是一团融化的金属靠高温高压来贯穿装甲 对坦克内部的有声力量造成伤害的 那对付它 你只要保证有足够的装甲厚度就可以了 但是装甲厚了成本就高了嘛 坦克就重了嘛 其他各种各样的牺牲和妥协呢 也都随之而来了 难道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吗 要我说 以色列人就是意色列人 别人没想到的方案 怎么就被它给想出来了呢 发动机 你看这么大个铁疙瘩 如果我把它装在坦克的前面 挡在敌人的高爆弹和自己人的肉身中间 不就绝对安全了吗 你别说 还真是的 哪怕发动机它并不是军制装甲 更不是复合装甲 但是它够厚呀 挡住高温金属的清晰 肯定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有人就要提醒了 难道以色列人忘了还有一样 叫做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东西吗 它那根动能极高的钢针 看起来是发动机绝对挡不住的呀 的确是挡不住 但这个问题呢 我想稍后再说 于是就这样 梅卡瓦的发动机就被撞到了前面 很多人因此就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计 它让梅卡瓦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坦克 可 真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吃的商榷 第一 机动性 由于现在坦克的主动轮与发动机是放在一起的 中间只是通过变速箱和插速器来连接 无法加入任何的悬挂装置 这就使得发动机在前 主动轮也在前的梅卡瓦 机动能力明显不足 在崎区的全地形路段行驶的时候呢 甚至还有断轴的风险 跟其他主动轮在后 可以装上悬挂装置的右导轮在前的坦克相比 劣势就很明显了 而且它不光自己不太能跑 连别人背着它跑都要更费劲一些啊 为了在车身前部塞下庞大的发动机 并为其配置还说得过去的保护装甲 梅卡瓦的车身宽度 比其他两辆排名第二的坦克 M1和鲍2还宽了近半米 毫无争议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宽的坦克 从而极大的限制了 它通过轨道和公路远程运输的能力 也许对小国以色列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它就从来没有想过 把好东西卖出去一点嘛 第二点啊 安全性 虽然挡在前面的发动机 是挡住了来自外面的爆炸 但万一要是爆炸来自里面呢 由于发动机占据了 车身前部大量的空间 炮塔就只能整体后移了 这就限制了炮塔后部悬空部分的长度 使得炮塔空间有限 不能够像M1爆炸坦克那样 把弹药装在炮塔后面 一个完全独立的带有防喷板的隔间里面 只能将其存在车身当中 以及用作后面撤离通道的两旁 尽管每一枚炮弹都装在了一个防爆的桶里面 但是中弹和着火时发生弹药爆炸的风险呢 还是比别人高很多 第三 隐蔽性 把发热最高的发动机放在前面 等于就是在黑夜里 在自己的脑门上带了一盏明亮的头灯嘛 是无法将显著的红外热源 像别的坦克那样隐藏在自己的屁股后面的 在红外成像仪下面就更容易暴露了 另外炮塔的后移呢 也导致炮管的下轻角度受到了限制 无法打埋伏 躲在小土坡后面慢慢的瞄对方了 最后啊 难道打坦克战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遇到敌人便停下来 放出士兵冲上去肉搏吗 因为他的装甲太脆弱了 他的发动机太容易被打爆了 他的油箱 对了啊 刚才我忘了提 他的油箱呢 也一样摆在了前面 太容易燃了 所以基本上遇到交战 没卡吧 就得停下来了 好 疏散乘客嘛 但是一辆在战斗中 可以持续移动 可以持续保护成员的坦克 不才是一辆好的坦克吗 哎呀 这么看起来 都到第四代了 没卡瓦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环顾整个世界 谁家主战坦克 不会发射一发就要他小面儿的 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呢 哎 问题就在这里了 什么才是好坦克 是由他奔赴的战场决定的 没卡瓦的战场 来的通常不是一些 能够发射唯一稳定脱壳穿甲弹的 主战坦克 而是 手持RPG健康ATGM的武装人员 他最好的角色呢 当然就是一个装着坦克炮的 装甲运兵车啦 从这一点上讲呢 他真的很出色啊 哎 我也真的很喜欢他 当年买的第一辆坦克模型 就是梅卡瓦3了 你呢 是怎么看梅卡瓦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 哪吒的烽火轮很厉害 于是就被直升机的旋翼给盯上了 你看这个视频 这是一架生产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 超轻型直升机 叫做希勒大黄蜂 在它旋翼两个对称的一间呢 分别装着一台冲压喷气式发动机 当它们工作起来之后 就替代了中间的那根驱动轴 从两边把旋翼推着转起来了 这样的好处有什么呢 一个是大大简化了传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其中有包含两个部分 首先是以往那个需要将发动机的动力 传输到主旋翼上的复杂传动机构 可以被扔掉了 其次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主驱动系统 原本是压到机身上的反向旋转力局也消失了 连尾甲都不需要了 动力系统简化到了极致 于是随着动力系统的简化 第二个好处也就浮现出来了 操纵系统自然也能够做得更简单 据说学开直升机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要同时去操纵很多的东西 像我这种运动协调能力本身就不咋地的人 肯定是搞不定的了 但这种风火轮式的直升机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救星呢 我是百科学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风靡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喷气悬疑式直升机 看看它们都有哪些代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以及它们就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今天呢 其实吧 代替中间的主轴把螺旋桨从边缘推着转起来 是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 早在1900年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过了 限制它的主要还是技术 因为那个年代的螺旋桨通常都还是木质的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带有人烧室和众多管线的喷气式发动机 埋进去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度呢 于是大家想了很久也等了很久 终于在二战之后才等到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并且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路线的 苏联的和美国的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要不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装上螺旋桨 苏联人认为我可以啊 于是它们就把完整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给装上去了 显然没有成功啊 因为薄弱的旋翼实在是撑不起发动机啊 即使在数字改进之后呢 也只能以较低的转速运行 一推油门 旋翼要么就被过载扭成了麻花 要么就跟亚积机发生了共振 整个被甩了出去 总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啊 哎 美国人就没有这么走了 既然苏联帮我们排出了一条死胡同 那我们就换条路走啊 它们于是就将发动机还是留在了原来的机身上 只是将它们工作时产生的高压空气 输送到了旋翼的尖端 在这里要么就是直接被喷出去产生推力 成为冷间喷射 要么就是在加个燃烧时 跟燃料混合点燃后再喷出 成为热间喷射 总之啊 都会比把发动机整个装到一间 要现实的多 也容易控制的多了 所以就真的出现了几架正儿八经的喷气式直升机出来啊 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 在这呢 我选了两架代表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架是麦克唐纳XV-1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 垂直起降飞机所受到的速度限制 直升机呢 是可以垂直起降 但是它的速度呢 却只能被限制在209公里每小时之内 这是由于一种叫做后退叶片失速的现象所造成的 当旋转起来的旋翼往前运动时 它会从中间被分成两个部分 旋翼方向和前进方向一致的那一半叫做前进叶片 而旋翼方向同前进方向相反的那一半呢 叫做后退叶片 我们都知道直升机的升力呢 来源于旋翼相对空气运动时所产生的上下表面压力差 这就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 所以当前进叶片和吹过来的气流有着更高的相对速度后 它所产生的升力就大过了和气流相对速度较小的后退叶片了 于是一边抬高一边降低 直升机开始侧倾了 当直升机前进的速度接近后退叶片向后移动的速度时 这一部分的升力将彻底损失 导致完全的失速通常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是个物理规律 你只要是想用到旋翼来系上身又前进的话 就一定是免不了的 那这样行不行啊 顶上的旋翼让飞机可以垂直起飞 机身两边再伸出一段机翼来提供稳定的升力 同时用后面的螺旋桨来产生推力 不就好了吗 对的 你看XV-1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它前半部分看起来就是个比较正常的直升机 后半部分则像是把一家P38的尾巴给接下来粘上去了一样 工程团队在看到这个玩意后就陷入了沉思 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台发动机 就把这一上一后两个螺旋桨给推动呢 因为他们想要速度 所以就必须要减重嘛 用两台发动机是万万不可的 这个时候团队中的奥地利人多布尔霍夫就冒出来了 诶 他是谁啊 他是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成功地造出了第一架一肩喷气直升机的人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 他用卡车拉着样机和资料 和工作人员一起从输军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往西撤退 最后就在德奥边境向美军投了墙 所以他和他的样机都归了美国 他自己也在战后加入麦克唐纳 成为主持设计XV-1的人了 既然是他主持的 那XV-1必然就会使用他所得意的一肩喷气推动了 而实际上呢 这也是这架飞机在只使用一台发动机下的最优解了 它是这么工作的 在起飞和降落阶段 安装在XV-1上的莱特R975旋风活塞式发动机 会主要用来驱动两台空气压缩机 被压缩后的空气呢 会进入到三片蒋液尖端的燃烧室里面 跟燃料混合燃烧后快速喷出 推动旋翼旋转产生生力 以支持XV-1的垂直起降过程 慢慢的啊 发动机输出的比例呢 会朝推进螺旋桨倾斜了 直到最终完全就跟压缩机断台 以全部的力量来推动飞机前进 同时呢 旋翼进入了自由旋转阶段 成为此时次要的生力来源 大约只会提供15% 剩下的大部分生力啊 就交到机翼的肩上了 这个项目从1951年开启 到1954年首次旋停测试 再到1956年 创下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记录 一肩喷气悬疑技术 在其中拱不可没啊 它实际上也算是 该机数的首个实际应用了 麦克唐呢 后来还想把它移植到 自己的120空中起重直升机上 但由于一直推销不出去 就放弃了 那么XV-1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军方觉得 还是贝尔提出的 轻转悬疑方案更有吸引力啊 他们更喜欢XV-3 也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为VR鱼音的那个原型机了 的确 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 都比使用了一台发动机 勉强拉动两个螺旋桨的XV-1强多了 喷气悬疑 在它面前 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 但它辅助也就罢了 想要成为扛霸子 还真是差一截啊 所以 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款机型了 希科赛斯的改款S55 它上面也装着一肩喷嘴 只不过呢 思路跟前面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啊 并且呢 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霸气名字 火箭悬疑 简称RO2 它之所以敢叫这个名字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 有燃料罐 它位于悬疑主轴的顶上 里面装着90%的过氧化氢 有燃料供应系统 通过离心泵的方式将燃料加压输送 有火箭发动机 它位于悬疑的尖端 在接受到输送过来的燃料后呢 它会用里面的金属催化剂 将过氧化氢快速分解为阳气和蒸气 并从喷嘴里面喷出产生推力 简直跟火箭一模一样啊 并且你也看出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个外挂 是附加在直升机原本的动力系统之外的 所以可以有选择的使用 比如重载情况下的起飞 更快反应速度下的起飞 高海拔低气压下的降落等等 其他正常情况下 我不用也是可以的嘛 军方之所以想要这样改造S55呢 就是由于它在之前的战况下 遇到过这些问题嘛 所以可见改造和测试都是达到了目的的 但是这样一个好用的系统 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普及过 为什么呢 没有相关正式的资料来介绍过 但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 大家都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 把一个装满了如此危险的化学品的罐子 绑在脑袋上拼命摇晃 真的好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混钱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